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转移阵地了 目标是要往日本和东南亚来前进 另外还要再来看的是俄罗斯以后要进唱饶舌歌了吗 因为总统普丁就炮轰说很多饶舌的歌词现在都有毒品和性暗示 甚至还煽动反政府的抗议 所以通通都要列冠 那么消息一出 很多民众无法接受 另外还有 去日本再也吃不到河豚了吗 因为有科学家就认为了受到暖化的影响 现在吃河豚中毒死亡的案例可能会大增 所以日本政府也决定要颁布禁售令 稍后我们都有完整的报道 不过首先先来看中国庆祝改革开放40年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如往常的是端出了漂亮的经济成绩单 他说今年的GDP成长可以达到6.5% 但现在却被中国学者打脸了 惊爆GDP不但是会大幅的衰退 甚至很有可能是负的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习近平率领七大常委出席 江泽民 胡锦涛罕见未寻力出现 一个半小时谈话台下睡发好多人 谈到两岸关系依然坚持同样立场 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 习近平两度强调两岸和平 九二共识是唯一基础 至于谈到改革开放经济变化 他端出4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成绩单 就在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前夕 中国经济专家向松作主题演讲 40年未有之大变局 他打脸国家统计局坚称 GDP增速依然是6.5 经济的下行 一种测算今年GDP的增速到目前为止 百分之1.67 另外一种测算是负的 向松作大胆点出 2018年中国GDP可能是负数 中美贸易战冲击 民间企业受创 中国政府都做出误判 值得反思 我们现在的国际的战略记忆期 正在快速的消退 这段长达20分钟的真心影片 在中国疯狂转载 马上遭到中宣部封锁 到底中国经济改革出现什么问题 观察人士侯伟表示 过去邓小平的改革以市场为基础 让国家富起来 习近平主政后偏向政府控制 希望把中国变成政治和技术强国 结果贸易战的误区判断 成为对手批评他最好的机会 如今邓氏改革已经过去 习的新改革时代来临 如何拉回经济疲软态势 将是最大挑战 三立新闻最后报道 但这十年来 其实中国的影响力还是很大 有不少的投资客疯狂地在全球炒房 哄抬房价 包括像是美国 英国 加拿大 一直到纽澳 当地政府已经看不下去了 现在要开始紧缩政策 可是这并没有办法阻止中国的投资客 他们甚至开始转移了目标 以往了日本还有东南亚 灯火辉煌 璀璨夜景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加拿大温哥华吸引不少外国移民 其中人口最多的就是坐永金山的中国人 温哥华房价在中国买家的推升下 光2016年就以一个月涨三成的惊人成长速度 吓坏地方当局 温哥华市府随即下令征收15%的外资买房税 于是三不转 路转 中国买家转移目标 瞄准多伦多房地产 多伦多当局一看苗头不对 同样推出15%的外资房屋税 结果中国资金回流温哥华 房价再度炒了一遍 地方政府只好摸摸鼻子 把税率提高到20% 不过近几年加拿大已经不是中国投资客的唯一选择 从美国西雅图到英国伦敦 再到澳洲雪梨汉墨尔本 中资质产潮流横跨南北半球 根据中国一家质产网站估计 中国买家在海外购买住宅或上用空间 砸下的资金将会从2014年的500亿美元 10年后将暴涨到2000亿美金 随着资金注入越来越多 房价就跟着越炒越凶 近几年甚至有一名中国富商 在纽西兰正大光明炒房 被称为纽西兰炒房之父的罗霍芳 还成立炒房培训班 八年内和600名学生一共转手1700多套房产 严重影响当地买房生态 引起纽西兰人民和政府的反弹 我们相信是新西兰的正确是买家 在新西兰市场形成为新西兰市 而不是国家的价格 纽西兰最近就通过一项法律 除了新加坡人以外 只要过去12个月 没有住在纽西兰超过183天的外国人 就不得买房 摆明是针对中国买家 纽西兰规定一细间严格起来 中资继续放言他国 位在东南亚的越南 经济发展步调 让中国投资客宛如发现新大陆 由齐湖知名市中心 房价一平大约才30万台币左右 还不到香港楼房的10% 低廉的成本前景看涨 另外东北亚的日本京都 拥有无线观光商机 也让中资虎视眈眈 有来的人做开个民宿 所以明年的回报相当优厚 因为京都是一个 唯有无待机的地方 他只有放弃 不放弃 中国投资客薛蛮子 在微博上开心宣告 买下京都一整条街 把老屋改造成民宿 更发现豪宇要进军东京大阪 然而同样受观光客 青睐的北海道 也有中国人经营民宿 尽管一年只能经营180天 投报率却高达16% 五番目的中国人専用的 不光是经营民宿或高尔夫球场等观光墓地 日本媒体同整发现北海道许多土地 都被中国投资客买走 有些用途根本没人知道 由于日本对外国人在当地资产 并没有严格规定 中国投资人大手笔收购土地 并加以运用都是合法行为 哪一边法律中 中国资金就往哪边流 借着房地产倍增财富 房价也就越来越高 造成当地人民只能无奈远观 怎么样也买不起房 三地新闻 吃饭都得 镜头再转到叙利亚 来看看这里的内战还在持续 现在却被有心人士拿来消费吗 因为当地就有一个人道救援组织 名为白亏部队 被拍下来在战场里头出生入死 抢救无辜百姓的纪录片 甚至这部片还拿下了奥斯卡奖项 但现在俄罗斯却跳出来质疑了 说这些影片根本是造假 因为影片当中甚至出现了 有同一个小女孩 连续三个月竟然被救了三次 因此质疑白亏部队根本是假英雄 出生入死 进入叙利亚内战前线 救出无辜居民 白亏部队英勇行为 曾被拍成纪录片 还受扫金人加持 抢救平民性命提供医疗救治 白亏广受西方国家力挺 然而网路上却出现质疑声浪 而且大多是从俄罗斯序列亚政府发出 抨击白亏部队跟恐怖组织有挂钩 这些故事可以像在网络上分享一面 像在网络上 这就是一个共同的影像 共产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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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愈者说白亏提供的影像 同一个小女孩三个月内出现三次 难道是找演员造假 但外媒找出来源 发现小女孩不是同一人 三张照片分别来自不同时间地点 还有执意者指控白亏影片 都是刻意拍出附上照片为证 不过追查发现这些影像 是俄罗斯序列亚政府主导拍摄 反白亏电影的现场剧照 不利白亏的消息经过叙利亚 跟俄罗斯政府转发 引发争议的化物攻击 也因此被带风上 从叙利亚政府军发动 变成白亏部队策划 俄罗斯媒体声称白亏准备在反政府军最后据点 也就是伊德利布审发动化物攻击 但一切从来没发生过 直到俄罗斯首度发布九秒钟影片 写着直击白亏再走绿七 俄罗斯想靠单一证据 站稳援助叙利亚政府的立场 类似消息迅速蔓延 究竟是真是假 在白亏部队被提报 影片涉嫌造假之后 美国开出第一枪 俄罗斯内战成为俄罗斯 对西方国家的政治角力场 白亏部队创立宗旨 恐怕早已失交 在内新闻送不到 接下来超狂的画面 要带您来看看 美国海军有一艘最新的 滨海战斗舰 日前举行下水仪式 不过你看看他竟然用这样子 策划的方式霸气下水 其实这个方式对船舰来说 风险相当的高 因为一不小心很可能造成受损 甚至是翻船 这样壮观的场面 带您知己 军舰侧华摔入河中 立刻掀起滔天巨浪 磅礴的军舰下水仪式 再度创造话题 美军最新一艘 自由级滨海战斗舰 渗入于四号 15号在威斯康星州 遗寻前18艘同级战舰下水模式 展现美军对新船舰的绝对自信 不同于透过船屋的下水方式 在单船屋中注入海水 让船舰浮起后 再缓缓航向海中 以船台进行的测滑式 尤其考验船舰整体架构 从过去下水时 对岸掀起了巨大波涛 就能想象海面 对船身的冲击力道有多大 也曾有船只在下水后 还没起航就先翻船 而不只是下水方式五花八门 一事上也有玄机 英美国家会将香槟 在船首极岁为新船祈福 2007年英国王室查尔斯王储的夫人 卡米拉为新尤轮举行仪式后 让更多人对植品礼深信不疑 而俄罗斯除了直屏仪式 还会请牧师斗场为新船开光 而日本下水仪式 除了奏乐等众多程序 关键一刻得要准备一把银斧头 砍断船台与新船之间的揽神 才算大功告成 相较之下印度就显得简单许多 船员会拿着椰子向四边比划之后 再用力摔在地上 就算完成仪式 虽然每个国家的方式各有不同 但最终目的都是希望新船 能顺利出航 使命必达 三级新闻 上海道道 看完了超狂的下水仪式 再来看看同样也很狂的 Tesla执行长马斯克 他为了解决塞车问题 他两年前开始着手 新建了大型的隧道网络 那么目前第一条的隧道终于亮相了 可是到现场募集的记者却说 奇怪 这个隧道怎么看起来有点粗糙呢 质疑难不成是仓促完工吗 而同一时间也传出马斯克 他将手上其他公司的资金 竟然横向挪移来新建隧道 也让古都很不满意 车辆在狭窄隧道过弯运行 18号在洛杉矶街幕的地底高速隧道 被科技狂人马斯克视为塞车救星 为了解决交通拥塞问题 马斯克2016年提出回路列车概念 并设立公司Boring 着手挖起隧道 车辆会由升降梯送往隧道口 搭配轨道上的滑轮 运行时速能高达241公里 包括小客车和超回路列车 都能在地底畅行无阻 但外界判了两年的发布会 却只持续短短18分钟就宣告结束 受邀来宾的隧道出体验 更是一路颠簸 短短1.6公里的隧道 目前时速只有64公里 却还是让人感到头晕不适 马斯克虽然解释测试的隧道 还只是原型 而且花费只有原先的1% 但随后又被踢爆 一次挪用另一家公司 SpaceX的资金和人员 来新建隧道 让股东大感不满 高速隧道的发展道路 未来恐怕还是颠簸难行 在立即微上就到 也是为了要解决塞车的问题 南韩最大的通讯软体业者 就推出了共城市的服务 但现在南韩的计程车工会很不满 就号召了全国有10万名的计程车司机 走上街头来抗议 甚至有一名司机因为太不满了 竟然一怒之下自焚身亡 这是南韩计程车工会 三个月来第三次打罢工 由于南韩最大通讯业者 Cacao Mobility 即将推出共城服务CacaoT 收费只有传统计程车的 祈祷八成 对这些计程车司机来说 生计受到极大威胁 不得不站出来捍卫权益 执政长代表出面协商 没有共识 可能的话 计程车工会 没有办法做得好 但是我们也认为 我们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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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段时间 最终的最终的最终的 而受到滥肯滥乏 还有气候暖化的影响 中国北方的沙漠化问题 现在越来越严重了 但是有一位在地的企业家 他挺身而出 带头展开了绿化行动 透过种草 种树 种甘草 成功把沙漠变成了绿洲 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 酷不齐全中国第七大 沙漠化危机差点无限蔓延 不过三十年来出现巨大变化 从开始我们没有想打一个首付 但是对于做沙漠绿色财富这件事情 我是满怀信心 他是王文彪1988年进入库部期 本来是当盐矿厂长 后来投入制杀工作 带领员工研发各种绿化table 像是用高压水仓在沙漠中戳动 插入数秒灌入泉水 十秒钟搞定 提高种树受率更节约用水 利用这样专利技术呢 可以在沙丘的任何位置都可以降速种火 这种方法呢 我们也改变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先做网格杀杖后直树的方法 中国北方沙漠化问题严重 追溯到1958年 毛泽东下令大量开垦取得木材 加上有牧民族迁徙消灭草原 以及全球暖化等影响 让绿洲生命线开始难移 这个汽车连这个沙丘都过不去 这是我的第一感觉 我觉得这个群世不是个人态的地方 1978年起 中国沿着戈壁沙漠种植绿色长城 王文彪参与其中该怎么点沙陈树 面临不少考验 有了绿色植被 金流开始涌入 运输道路开通的同时 沙漠才有的干草 身为药用植物商机庞大 透过平移技术 打造干草产业链 作为豆科植物 干草根系中大量的根流菌 有孤单作用 能够增加土壤肥力 而通过平移技术种出的干草 还能够进一步保护环境 在地产业蓬勃发展 又能做好水土保持 过去因为沙漠化搬走的生态移民 排手叫好 现在路 通讯 包括医疗 这个网络全有 生活条件好了 这个家里面车也有了 这个房子也变漂亮了 中国另辟村庄 容纳游牧民族 看似生活另起炉灶 有家 有车 有网络 却有移民踢爆 根本没有拿到补助金 不只中国阻挡沙漠化扩张 非洲撒哈拉沙漠 也出现植树计划 假设一百平方公尺 种植一千棵树 想要覆盖整片撒哈拉 需要九千八百亿棵 全球植树量增加百分之三十三 每年吸收千兆顿的二氧化碳 全面植树计划听起来遥不可及 但已经有国家联手盖起绿色长城 只是游牧民族建树掩开 甚至为了抢资源变恐怖分子 有专家想到两全其美的办法 利用规划式游牧成功把荒野染绿 然而专家警告 尽管放弃石油产业 仍无法阻止气候暖化 如今中国和非洲同步煮起绿色长城 能不能成为阻挡沙漠化 减少碳排放的解药 恐怕还要时间考验 三连新闻总部老子 星期的技术还要来看 在以色列有一间生技公司 研发出了全球第一款的人造牛排 好 这种技术 就是从活体牛的身上来抽取出细胞 然后放进实验室里面培养出类似牛肉的物体 那么据说这种肉吃起来 口感跟味道和真的肉 已经有六七成的相似度了 可是如果真的要吃的话不便宜 因为薄薄的一片就要价1500台币 主厨在铁盘煎好牛排 摆上甜菜根以及迅菇点缀上菜 这一盘牛排的肉颜色看起来很美味 但它其实暗藏玄机 是全球第一片人造牛排 所谓的人造牛排是在实验室里研发出来的 这间以色列新创生技公司 抽取出活体牛身上的细胞 以胎牛血腥培养出类似牛肉的物体 整个过程只要短短三个星期 看完实验室里的制造过程 再来品尝现间的人造牛排味道如何呢 革命性的人造牛排小小一块就要价50美元 生技公司说目前制造出来的口感和味道 和蒸肉相似度大约是六七成 尽管人造牛排售价比一般牛排昂贵 但是产制过程不需要杀生 也不会有牛之排放温室气体 人造牛排仿真口感可以满足人类的肉欲 又能爱地球做环保 但依照目前实验进度要量产提供餐厅贩售 还要等上好几年 三里新闻林芳颖报道 再来看这是蚁人的剧情真实上演 马车子竟然能够放大又缩小 在以色列有新创公司推出了一台都会的小车 那么想停车的话只要按个按钮 车宽就可以缩小到只有100公分 甚至连机车格都可以停进去 也就是为了要解决都市停车位不够的问题了 而且要价33万台币 预计明年就会上市 小小一台车轻轻松松开进两台轿车中间 车头朝外朝内通通没问题 超迷你车身让路人看得目瞪口呆 以色列新创公司2015年推出这款名叫 城市变形金刚的都会小车 让你停汽车就像停机车一样方便 这款两人坐的小车只要按下按钮 车框就可以从原本的148公分 缩小到100公分 整台车只占一般停车位的四分之一 更可以塞进机车停车格 就连搭电梯也没问题 强调环保兼顾安全 纯电动的变形金刚最快时速有90公里 充宝店最高里程则有200公里 售价更不到33万台币 预计明年就会上市 虽然有人认为单靠轮胎伸缩 带来的效益不大 但有网友觉得这样的变形创意 未来说不定会未尾风潮 三立新闻 许创珍报导 全球第一个短片的平台 Vine的创办人金传34岁 竟然在家中暴毙了 好 现在传出疑似是因为吸毒过量而致死 另外之后还要再来看 最完整的埃及古墓出土楼 据说距今已经有4400年的历史了 稍后有更多完整的节目内容 不要走开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但您关心以后在俄罗斯 不能再听饶舌歌了吗 因为总统普丁就炮轰 说有很多饶舌歌词里头 竟然都暗藏有毒品和性暗示 但他最不能忍受的 应该就是这歌词里头 常常会有煽动反政府的抗议 所以未来通通都要列管 而同一时间 俄罗斯有一名知名的饶舌歌手 也疑似因为这歌词里头 政治味太浓厚了 竟然被警察抓去关了12天 不论是拿冷血独裁的希特勒 跟普丁做比较 还是嘲讽普丁好大的官威 甚至把双谱超越友情的发展 写成歌 俄罗斯年轻人最爱的饶舌 讽刺歌曲未来可能听不到了 普丁大动作 罗洪饶舌歌充斥色情 毒品跟抗议 指挥政府全力扫荡 扫黄 扫毒还能理解 但外界怀疑普丁的重点 恐怕是想消除杂音 俄罗斯知名歌手 赫斯基就因为创作反政府歌曲 惨被当局盯上 控管饶舌 一面年轻人误入歧途 虽然现在沙皇还没想出策略 可以预想的是 未来这种赞颂歌曲一定会留下 饶舌被冠上极端主义标签 俄罗斯版的文字语 正在悄悄上演 三连新闻 纵跑不到 已经淡出伸展台的 巴西超模级赛尔 今年他还是登上了 最传模特儿第五名 据说一年就海捞了三亿台币 不过他近来上节目宣传新书 他回忆 其实当超模很光鲜亮丽 但压力真的超大的 甚至忍不住在镜头前飙雷 小巧身材 一落台步 眼神充满自信 世界级超模级赛尔邦臣 宝刀未老 从身展台隐退之后 人登上全球最赚模特儿榜单 话题名模级赛尔哈蒂 年收台币2.9亿 至于冠军则是他 坦达尔珍娜光在2018年 进账台币6.9亿 根本移动式印钞机 模特儿行业看似光鲜亮丽 但吉塞尔在新书透露 超模背口压力 一般人完全无法想象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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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刻 当我站在那里 我开始 生活这么厉害 因为 因为生命 好像 我被困住 我甚至无法呼吸 甚至在我自己的脖子 谈到低潮级 吉塞尔当场标类 回忆当模特儿的心怒历程 曹威十三岁在圣保罗 被心探发掘 随后飞往纽约 出场爆红滋味 然而每场活动 挂着虚伪笑容 讨好所有观众 身心饱受折磨 一天喝一杯咖啡 喝三杯咖啡 一杯咖啡 喝一杯咖啡 一夜喝一杯咖啡 一杯咖啡 不要睡得太多 工作每天 那是真正的 预计划 加上跟当时男友 聊纳多分手 差点走上绝路的吉塞尔 决定做出改变 光说还不够 吉塞尔干脆现场交交 美国主播怎么尽心理想 跟美式足球明星 汤姆布雷迪 卷入爱河 也是吉塞尔人生中 最大转捩点 一个沉着冷静 一个情感丰沛 两人在一起互补 看圈演艺圈 模范夫妻 从维密御用超模 到上千本时尚杂志的 封面女郎 如今散出荧光幕 走入家庭 吉塞尔接受专访 还不忘 跟老公晒恩爱 你们在旅行哪里 去旅行 莫塞尔 你再说一下 对 摄下超模光环 经营自家品牌 又投入工艺 提倡环保 吉塞尔能紧能动 上脱口秀 搞笑也OK Giselle 我认识我们 都在美丽的形状 但我听到 这个课程是瘋狂的 我认识他可以做 号称史上最成功的超模 吉塞尔浑身散发正能量 希望透过自身经验 帮更多人走出低潮 也意外让粉丝见识到 伸展台后 外界看不到的逆星 带来新闻 陈杰英 综合不到 您知道性侵的丑闻代价有多高吗 来看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的前董事长孟维斯 她2018年7月被指控性侵许多名女性 如今她不但是工作没了 还因为涉嫌湮灭证据 甚至让公司呢 决定要拒付她37亿台币的资钱费 今年7月被指控 涉嫌性侵多名女性的 美国CBS前董事长孟维斯 不只丢了工作 现在连高达37亿台币的资钱费也飞了 5个月来已经有17名女性出面指控 甚至连女性伊莲娜道格拉斯也难逃狼爪 但在内部调查期间 她不仅企图误导公司 还涉嫌毁灭证据 让CBS决定拒付这天价资钱费 69岁的孟维斯加入CBS超过20年 更兼职过CSI犯罪现场 六人刑等知名影集 谁也没想到 身价高达8亿美金的影视大亨 竟是批性侵恶狼 受害女性挺身而出 但孟维斯坚称当时是两情相悦 曾经风光的媒体巨头狼狈下台 只怕这37亿台币的代价 还只是风暴的开端 三连新闻 许少真报道 好 你有玩过实境问答的APP吗 其实这类抢答APP的始祖 其实来自美国的HQ Trivia 2017年创办的时候掀起了风潮 最多同时有80万人上线抢答 而奖金最高达600万台币 不幸的是这个APP的创始人是他 酷落 日前被发现在家中 暴斃身亡 那么现在疑似是因为吸毒过量 待在手机前抢答 获胜之后还能分得奖金 2017年横扫成熟的 抢答型APP HQ Trivia及创办人Colin Crowe 已是在纽约家中服毒过量至死 年仅34岁的Crowe堪称数位时代的天才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最高掌金 600万台币的抢答APP 那只能录制六秒短片的Vine 你一定有印象 而这两个网络线上级的APP 创办者都是Crowe 短短六秒让网友激发无限忠意 Crowe虽然是数位天才 个人风评却始终有争议 再加上管理不当 2013年的Vine爆红短短一年 就卖给推特三年后关闭 而HQ Trivia更因为系统和延期问题 引起众多用户不满 早已失去荣光 尽管HQ官方表示不会因此关闭 但Crowe离世肯定会造成相当大的打击 本新闻终于跑不到 乐活生活同样告诉您 日本的河豚料理真的好有名 甚至有很多人特地跑到日本去吃 但以后吃不得了吗 因为有科学家就警告了 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吃河豚中毒死亡的案例 可能会变得更普遍 主要是受到海水的温度上升了 导致不同种类的河豚杂交之后 生下的混种河豚 身上的毒素分布不同 所以据说连专业的厨师都没办法解读 以批片河豚薄片 经营剔透摆盘精致 端上桌 令日本老饕食指大洞 但未来像爆肠河豚料理 可能变得没那么容易 原本生活在西日本海域的河豚 为了逃离逐渐变暖的栖息地 沿着海流大局北漂进入太平洋 与相近品种的河豚交配繁殖 导致混种河豚大增 科学家发现 罪魁祸首就是全球暖化 要是不小心把混种河豚吃下肚 很有可能因此丧命 这种危险的美味可不是人人都能料理 日本政府何可使用的河豚只有22种 厨师得经过专业训练并取得执照 但混种河豚的问题就在这里 每支毒素分布不同 连厨师都不清楚 哪些器官有毒必须切除 因此日本政府下达禁售令 危测可除三年以下 破300万日元罚金 面对气候变迁 必须全球动起来 联合国会议经过两周马拉松式谈判 近200多国代表 15号终于达成协议 制定巴黎协定实施细则 连主席都开心地从台上跳下来 合同问题未来能否解除还是未知数 但唯有人类觉醒才有望扭转危机 三例新闻陈屹尔博导 而现在去日本玩 要当心的事情还真不少 一般人去东京会发现搭地铁的时候 通常都会让出一侧 让想要通行的人可以先走 不过现在东京地铁就呼吁了 搭电斧梯的时候 完全是禁止行走的 而且左右两侧都要站好站满 因为就考量到 有时候旅客系带行李边行走的时候 很容易会撞到站着的人 导致对方跌倒 那么实验也发现了 发现两排都站满人的时候 电斧梯的前进速度反而会更快 在日本搭地铁 进风时刻 人满为患 但想抢快的民众得留意了 东京车站出动人员宣导 即日起请改变习惯 搭电斧梯时 静止行走 排车两排站好站满 九点扶手也贴满图示 再三叮咛停下脚步 打从一百年前 日本首部电斧梯诞生 刚开始其实并没有靠边站的习惯 直到60与70年代 适逢高度经济成长期 为了追求快速与效率 习惯让出单侧通行 但实验发现 在30公尺搭载350人的情况下 单侧通行花了7分35秒 两排并站只花了6分49秒 前进速度反而更快 此外单侧通行 往往更容易导致碰撞等意外 过去东京也曾发生 电斧梯突然逗退路 没有抓紧扶手的人 往后摔成一团 冲击更严重 日本车站人员表示 将会持续呼吁 为2020东京奥运提前做准备 包括在台湾 被鞋也早从十多年前 将口号改为 紧握扶手站稳踏街 也提醒富日民众 搭电扶梯时 停下脚步别抢快 三菱新闻金学会报道 今天的全球大搜命 要带您到埃及来看看 大家都会很容易联想到 具有神秘色彩的金字塔 不过最近考古学家 发现了一个 从来都没有人 进入过的神秘墓穴 距今已经有 4400年的历史了 也让这些金字塔 背后的传说 也再度成为焦点 专家激动到匕首画脚 还是难演 兴奋之情 因为埃及在当地 时间15号 找到一座 从来没人发生过的 高等祭祀岭墓 内部保存相当完整 实际地点位在开罗以南的 萨卡拉金字塔群 长十公尺 宽三公尺 高度不到三公尺的陵墓 历史至少4400年 内涵高阶祭司全家福和雕像 但充满神秘色彩的金字塔和陵墓 过去不断有人传说 都和外星人有关 虽然做成鸟头形状 但双翅明显和现代飞行器类似 都是一根厚一肩薄 不少人认为 这个2200多年历史 木制的萨卡拉鸟 就是古代飞行器的雏形 专家还建造大型风洞 确认萨卡拉鸟 可能真的有飞行能力 更夸张的还不止这个 埃及亚历山大港在今年7月 发现一个2000年历史的石棺 一度怀疑是亚历山大大地的石棺 但打开后就发现 三具男性尸骨和浓稠的红色液体 居然还有人在网路上发起请愿 希望能一尝这2000年的发酵果汁 专家强调石棺里的液体 只是长时间发酵的湿水 喝下去绝对没有起的效果 还有可能因为古老菌种致命 只能说埃及神秘色彩浓厚 各种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穿凿附会 自然漫天飞 三日新闻 中文报道 好 现在机器人也可以很萌 来看Pepper的工程师 日前在日本推出了一款冲物机器人 不但是有体温 甚至还会讨爆爆 不过要价可不便宜 一组有两具 要价16万 电子宠物市场又见胜利君 这款外形有点像天线宝宝 会认人 会走路 还会看家防潇小入侵 以婴儿为概念打造 重量三公斤 体温跟真人一样 不但叫名字有反应 个性爱撒娇 甚至陪主人看恐怖片 还会一起背惊呆 超讨喜模样 不让对手赚美于钱 它在2006年 但是这个老狗 已经学习新技术 它也可以玩玩玩 像特别的骨头 它也有闭嘴的眼睛 我的天啊 你看看那小小的 新一代电子狗 Ibo 上市以来 风靡全球 尼真纯度连专业玩家 也直呼不可思议 他动作超讨论 虽然连主机家服务 要价约台币10万元 还是引爆买器 也让Lavot开发商 大胆开出这个定价 开发出Peper的设计师表示 随着现代人生活形态改变 无法养宠物的民众越来越多 加上机器人市场 主要以功能型为主 才会开发出这款 以爱为主题的机器宠物 看准这一波萌商机 各家业者毛起来 推新产品 看来宠物机器人市场大战 才正要开打 杉丽新闻综合报道 也是很萌的 宠物机器人的动画 龙猫扬名全世界 而现在高清版 要在中国大陆上映了 结果当地设计的电影海报 竟然又重新红回日本了 背后操刀的人是谁呢 带您解明 30年前胖嘟嘟的龙猫 收服全球影迷少女星 如今宠物机器人 这一部经典动画修复版 12月14号在大陆上映 结果设计海报曝光后 一路红回日本 孩子们走在一片 毛茸茸的龙猫草海里 梦幻又可爱 仿佛呼应片里经典桥段 主角坐在软绵绵的猫八市里 正如海报给人 又萌又温暖的视觉感受 不少日本网友夸赞 构图真好 龙猫肚子看起来像大草原 很有美感 第一次对中国制造的东西 衷心赞赏 甚至连BBC好莱坞也称赞 中国设计正在崛起 这位颠覆传统视觉的 海报设计师黄海 本人看起来相当粗犷有形 内心充满细腻 生于1999年的他 毕业于厦门设计系 当过三年电视台记者 最后拜师台湾广告大师 刘继武 成为他最出色的弟子 不然一命深造七级腹脱 刚拿下金马奖 这一家导演的大陆电影 《我不是药神》 海报就是黄海设计的 张艺谋最新电影影 也是请黄海 担任海报视觉设计 精准抓到精髓 让张艺谋很满意 最近他为日本电影 《小偷家族》设计的 电影海报也广受好评 黄海的好才华 也曾为台湾 第35届金马奖海报 亲自操刀 如今他设计 毛茸茸的龙茸海报 在大陆日本造成轰动 这位90后设计师 再次把他作品送上世界面前 三立新闻最后报道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来看美国有一名 五岁的离安男头 他在化疗期间 因为迷上了Michael Jackson 开始模仿他 全身插管仍然忘情热舞 而他妈妈把影片放上网 也希望乐观的儿子 能够鼓励更多病童 跟着音乐忘情扭动臀部 连一旁的蜘蛛人 都点头赞叹 经典动作十分到位 美国西雅图这名男童 就是靠模仿流行乐之王 Michael Jackson的招牌歌曲 来立抗病魔 今年五月被诊断出 离患腹腔癌 男童住院期间 家人时常播放Michael Jackson的MV 陪他度过化疗 让他因而开始模仿 这位流行天王 更最爱这首歌曲 名曲的五部歌词 全都背得滚瓜烂熟 富有音乐天分的他 不仅喜欢打鼓 连B-Box也能来上一段 虽然长期待在医院化疗 但他总是面露笑容 带给家人欢笑 男童妈妈时常在脸书分享 儿子的跳舞影片 记录他的乐观 也借此鼓励其他病童 勇敢面对所有病痛 三连新闻 许少真报导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360大世界 我是魏文元 我们再会